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那看看我们今天的两组嘉宾啊,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情感问题呢 有请两组嘉宾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 徐先生,40岁,来自湖北,网店老板张女士 37岁,来自河北,全职妈妈 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自从他爸妈搬来跟我们一起住 我觉得他翅膀就硬了,也不把我当一家之主了 还经常跟我吵架 他总觉得我父母在针对他 现在脾气越来越大,还时不时的玩消失,离家出走 你对他有什么不满 我觉得他不懂事,我一个人挣钱全家人花 他还老跟我挑餐俭式的 他现在在家就是个大少爷,甩手掌柜 总觉得自己是个大功臣 所有的人都得顺着他的脾气来 看来这矛盾还挺全面啊 和父母有关,和你们小两口也有关 那一件件说吧 我觉得我现在家庭地位是越来越低了 而且他还老总跟我吵架 他们一家呢还抱传 把我当作一个外人 那你说说排序啊 你们家这谁排前谁排后 最高的是他 他,媳妇,第二高的呢 然后是孩子,最后是我 我们家没养宠物,要养了宠物的话 我还在宠物后面 哎哟,反正地位就特别特别的低呗 低到那个地底下去了 那咋就这么低了呢 那还不是因为他爸妈来了之后 之前也不这样的 他就总认为我爸妈对他有意见 然后他就是总跟我找事 然后说我父母挑唆我干什么什么的 这父母来是做客呀 待一段时间还是就住在你们家 他这两年不是警觉病犯了吗 然后他就把他爸妈接过来了 照顾他一下 然后顺带照顾一下小孩 那这不是好事吗 帮你们分忧啊 对,来帮忙来了 对啊 是好事啊 问题是他来了之后 矛盾就越来越多了 那自己举个例子 父母没来之前 他就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自从他爸来了以后 他就在我们小区里面啊 到处翻那个垃圾桶 捡那个破纸壳子 还有宽间水瓶子 搞得我在小区里面走路 都只能低着头走 我的面子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我就觉得 你说是你的面子重要呢 还是老人的自由重要呢 你说我爸平时捡点纸箱 因为他年龄大了嘛 在家的时候 他是干了一辈子活 他是闲不住的人 捡点纸箱 捡点瓶子呢 他可以是卖点钱嘛 也是为了贴补家用 也是好心嘛 他又不行 我也不差卖点钱 补贴家用啊 是不是 我又不是不能挣钱 我就觉得他就是针对我爸 因为他之前跟我爸 有一点矛盾嘛 他那心里有个疙瘩 他就是一直解不开 那也不叫啥矛盾啊 就是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 然后他爸就把我给轰出去了 因为我是我们家的独生女嘛 然后我妈跟我爸肯定比较宠我 我是河北的 她是湖北的 我要嫁得那么远 我爸妈肯定是心疼啊 肯定是不愿意啊 之后我就回北京了 然后就给他关家里了 关家里相亲消耗一个月 然后没有相中 后来那就回北京了 然后我们又联系上 后来才在一块的 所以你就是觉得当初棒打鸳鸯来着哈 但最后不是你们还是结婚了 人家不支持你们也结不了吗 还是同意了呀 认你这女婿了呗 后来是同意了 但我感觉他爸妈 还是没有从心底里面接受我 老不把我当一家人 就接着刚才说啊 我说不让他爸爸捡垃圾 我说不行 但是呢平时他跟他妈妈 可是也没少批评他爸爸啊 哎 他跟他妈妈 就说他爸爸就可以 但我说就不行了 那当然你说就不行了 我觉得他就是异想 我们在一起十几年了 他还把我当一家人啊 他把你当一家人呢 他爸妈毕竟不是你亲爸妈嘛 他就是说话的态度 都可不好了呢 老是批评教育似的 你别天天捡那纸箱了 弄得我这后没面子的 那你说当女婿的能有那样 跟老丈人说话的吗 我也没态度不好 我就跟他们的语气差不多啊 再多问一下这位男导师啊 如果你们的长辈在小区捡垃圾 你们能不能接受 不难接受 但是你态度不好 他就是故意的 你就想把他爸逼走呗 我也没有这个意思 我意思是你捡可以 你至少你别捡到家里来对吧 哎呀我估计态度不好 你看你现在说那个都是 瞪着眼睛竖着眉毛 不是我告诉你 这个是不是一天两天 说了无数遍 那还有啥事呢 还有去年过年的时候 我老丈人不是喜欢喝酒吗 然后我就给他倒了半杯 因为他本身有高血压 天天吃的那个血压药 他爸就生气了 把桌子都给拍翻了 他又把我数落一顿 你看他就是夸张 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 我爸就是拍了一下桌子 你给他倒半杯酒 他肯定不满意吗 那老人嘛 你就是你给他倒满杯 他肯定是高兴的 那我不是为他好吗 他是不是天天吃的 你为他好 但你要好好说吗 他说话态度就是很强硬 老是批评教育似的 咋说的当时 当时他就说 你天天喝了这么老多酒 你自己身体状况 你自己心里没个数吗 我知道你心是好的 但你可以好好说呀 你说我在这个家都十几年了 我就早认为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就随行所欲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嘛 你老公现在是这个 有点撒娇的意思 说你们不把我当自己人 我是为了咱爹好 对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老丈人把桌子都掀了 咋收场的呀 这事 他没有掀桌子 他不是把桌子都拍翻了吗 他就是说的严重 我觉得他就是看了不上我爸爸 老是针对我爸爸 我觉得他的最主要问题是 谁是一家之主 对吧 他再来说一下 现在你们家一家之主是谁啊 我觉得我们家就是 有什么事嘛 就两个人商量着 没有什么一家之主 不一家之主的 现在你不是两个人了呀 现在是你们一家三口 一个核心家庭 以及他 所以现在的问题变成 他一个人来对抗你们一整个核心家庭 以前我觉得是我 现在我觉得越来越不像我 以前老丈人和丈母娘 没来的时候还可以是吧 对啊 你们是生活在你这个湖北老家 还是生活在 生活在廊坊 生活在我们家 生活在廊坊 那等于当初你是为了 我就跟上班女婿类似的 为了爱情 没有让你当上班女婿 也是单主 但是为了你 其实是从湖北来了 廊坊 所以后来你这个身体 不太舒服的时候 爸妈就在身边 也就住到一块了 对 那你对这个妻子的父母 可能相处有些不愉快 是不是远在湖北 没有婆媳矛盾是吧 说没有也是有一点 不满意 他老男的闺蜜对比 说他闺蜜的婆婆 那个逢年过节的 都给孩子包个红包 然后呢 过生日的时候 都给孩子买礼物 我的父母都不给买 那我说的就是事实吗 你说你以前 你不给买就算了 你都挨着远 然后呢 你说现在就是 你发个快递也简单 然后你转个红包也简单 但是他 我那父母年纪也大了 他也赠不来钱了 也没说 这样说了 这个家里全部都是我赠吗 那父母发跟我赠 有啥区别对不对 那不一样 你在这边 咱们就是单独的一个小家 那我回老家的时候 那我爸妈对孩子 不也挺好的吗 就我父母年纪大了嘛 那个智能手机 他用的也不溜 然后他就一直记在心上 老跟我翻旧账 说那小孩子 就出生的时候 就连表示都不表示一下 连那个小路子 都不给做一成 他们这边就是小孩出生了 那必须 爷爷奶奶 或者那个外公外婆 都得做一个那个小路子 他就想我们了没有 我里面我们后面 也没有这个习俗啊 你到了这边了 你就应该入乡随俗吗 我生孩子两个老人都没有来 你没有来 但是你得有心意吧 那我不要求你别的 你说我也没给你要多少钱 也没给你要金山银山的 你给孩子做个小路子 那多简单的事吗 你妻子这点要求也不过分吗 你坐中间桥梁 让你爸妈给做个小辈子 小路子 哪怕你弄好了 夹他妈手 送一下 这不行吗 就我们那会刚结婚 生孩子 然后没多久 我就不知道他这边是什么情况 你有提吗 当时 我有跟他说 他说了 你就办就完了吗 我就还是觉得 他中间调和的不好 那我有什么事 你可以当传声筒 你可以跟你爸妈说吗 我觉得是你妈妈调说的 你看他又来到我妈妈 因为他妈妈没来以前 他很少跟我叨叨这个事啊 然后他妈妈来了以后呢 比如我们小孩过生日 给小孩买个礼物 小孩那个成绩提升了 直接给钱 对于这点 我是也不太认同的 然后估计呢 他妈妈就觉得心里不平衡 我给小孩买礼物 我妈给小孩钱 我妈妈就不给 这个呢 也正常 为什么 因为老人他都会有个比较 他给了你们家小孩什么东西之后 也会问一下 那他们家给不给呀 这我就感觉我很不舒服啊 你还不舒服啊 你想象 全家的钱不都是我挣的吗 那你这媳妇 对你爸妈 远在湖北的爸妈怎么样啊 从前过节 我让他 经常提醒他发红包 有时候我忘了 也是他自己发红包 那人家做的挺好的呀 对啊 我觉得人嘛 你就做好你自己本分的事 你不要老跟别人对比 你做到自己问心无愧 不就行了吗 哦 他说家庭内不要拉财 哦 你非要这个比较 那个比较 那中国14亿人 你比得过来吗 那我看你就是 老针对我 看我不顺眼 他就因为这点事 嫌我犯旧账 他还离家出走 住了一晚上在车里 然后呢 怎么给打电话 他都不接 这是其中一件 还有一次 还有一次就是 我侄子不是当兵吗 然后我就给我侄子包了3000块钱红包 我们那里都有这个习俗啊 然后他不干了 他大哭大闹的 我跟他哭跟他闹 不是因为这3000块钱 是因为他事前他没有跟我商量 偷偷转的 对 偷偷转的 结果都因为这小事嘛 我跟他吵架 又离家出走 一走还走三天 吵架的时候 他父母就在旁边看着啊 也不劝 也不拉 那我感觉 我肯定我要出去冷静冷静 反正在家里有我没我都一样 你就都交给你们得了 他就是总是在异想 他总觉得我父母对他不好 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妈就跟我说着 那小两口结了婚 你俩吵架 我们当老人的 不应该跟你们掺和 你说我掺和了 我骗帮谁 谁都不乐意 是不是 然后呢 我爸跟我妈呢 都没帮我呢 他这就还不行呢 还觉得他受委屈呢 主要是因为 我觉得我大男人 这全家的钱都是我挣的 我三千块钱的主 我做不了吗 你看 他老是这样想 那你说你四十岁的男人 你动不动就离家出走 你是一个男人 该做的事吗 男人自死是少年 怎么不能离家出走啊 他就是离家出走 回了以后 孩子在旁边 孩子就说 妈妈你看我爸爸回来了 然后我们就又是一家人了 我当时听了 我觉得我特别委屈 就是呀 你这离家出走 不怕伤了老婆孩子的心吗 不怕 我离家出走 他一家伤口都在那 那你儿子 是儿子还是闺女啊 两个儿子 我感觉我在不在家 都无所谓啊 你们在廊房 这房子是谁买的呀 是他买的 但是他买的时候 我父母也出了一点钱 但实际上就是 你老公还是挺努力上进的呗 对吧 对啊 我心里的疙瘩 就是他们老把我当外人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感觉他们三个老抱团 老针对我 然后老跟我父母扯公平 你说我爸妈给我养这么大 然后能挣钱的时候就出门了 然后都来这住了 就成了自己在书 别人乘粮 对不对 他们不用抱团 他们本来就是一团的 行了 这个已经既成事实了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什么别的事 还是小孩方面 我就想着来天津买个房 让他在这边上学 然后他又死活不愿意了 为什么 他觉得我是要把他爸妈给抛弃了 我觉得你就是这么想的 你想来天津躲清闲吗 我生病的时候 他说把我父母接来 然后我父母就又伺候我们 又伺候孩子 然后又伺候他 然后呢 你现在不需要他了 你就直接给他撇在狼房 你这让老人心里怎么想吗 你现在是不可能跟你父母分开了 是这意思吗 嗯 为什么呀 因为我身体也不好 我颈椎 时不时老犯毛病吗 你才三十多岁啊 你就离不开父母啊 要老人来伺候你 也不是让 全部让老人来伺候我 就是大把手 就是大把手 你工作吗 我不工作 不是你既不工作 然后身体又不好 还得让老人来伺候你 还得让老公养着你 因为他在家 他什么都不做 他就是只是挣钱 你说来了天津 家务得是我做 吃喝拉撒都得我管 接送孩子我得管 教育孩子我得管 然后他就是弄自己的网店 然后关的屋里 那就是有一次 我蒸馒头的时候 我中间上厕所 我怕锅烧干了嘛 我就喊他 我说你赶紧把火给我关了 我都喊 连着喊了四五次 他都不动 然后就直接让孩子关 还有就是我两个小孩打架嘛 然后老大把老二给打哭了 就一直跟他哭 哭了十多分钟 两个人还还跟那吵 我当时我正在做饭 我就赶紧把火关了 我就喊他 我说你不知道你儿子在打架吗 那是小男孩动起手来 没有轻没有重的 我说你就当时你就盯着电脑 我说那是你儿子 你不能管管吗 我觉得男人之间发生一点争吵 发生一点战争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我相信他们肯定能处理好 然后还有你说我们小孩的成绩吧 有一次小孩考得不好嘛 然后我都跟旁边教育 然后我说说他 那肯定孩子贪玩了嘛 然后我想给他梳理个微信 说了两句可能语气重了嘛 他无理听见了不干了 他说我不应该 那小孩又不是电底 有个及格就行了 那个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比成绩更重要啊 他总这样说 我就觉得孩子的成绩也挺重要的 那你说孩子在学校学了一天 我在家我又辅导他 那老师讲完的题 我都又给他讲一遍 他成绩再不好 我都觉得我这个老师当的 我就很没有用 那主要是为了满足你的成就感 你这话说的 那孩子成绩好了不好吗 对呀那孩子成绩好 你脸上不也有光吗 孩子成绩好 我是高兴 但是他不见底 然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我觉得比他成绩好更重要 你看他就是 老师跟我对着干 那挣钱好好给你们花吗 比如说孩子有什么需求啊 你有什么需求 他大方吗 我不大方他挺大方的 就小孩买的高他买卡包 都有我一人高了 你说我疼孩子 他又说我太宠了 然后我教育孩子 他又说我太严厉 对你不管孩子呀 不管孩子你就别管了 那钱是我挣的呀 那挣钱怎么啦 哎呀你挣钱就了不起 他就觉得我对家 对这个家付出的很小很小 他都看不到的 这个孩子上什么 兴趣班什么的吗 上啊那美术班报了 然后围棋班报了 报了然后上两三节课 不去了 还有那什么 胡卢斯 也都去了两节课 不去了 就是花钱跟那个花纸一样 那我也是为了孩子好吗 那你要钱他也给是吧 就这方面还是支持的 那就还算是 赚了钱真是给你们花的 只是花的不太高兴 我们原来那个钱 都是放在支付宝里 谁用 然后就是谁 谁就直接用了 但是现在呢 他就把支付宝密码给改了 是因为我总喜欢跟网上买东西 我喜欢买衣服 他就特别不买 对啊买衣服 天天买 我天天有快递拿 我就成了半个快递员了 我买的衣服都是个三五十的 对三五十是不贵啊 但是你也不能老买啊 都你圈不过来啊 他就总想我买的多 然后丢的多 其实我也不是完全都丢了 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 学的服装设计嘛 然后我不喜欢的衣服 那款式过时了 我可以再自己再重新设计一下 然后再改一下 感情那个 改衣服 他成了他的兴趣爱好了 对啊 那就是我的兴趣爱好 我每天都当家庭主妇 我也不出去 我都天天在家 面对他 面对孩子 我就当那个是你的兴趣爱好 但是 我不抽烟 不喝酒 我不赌博 对不对 但是呢 我玩个游戏 我充点钱 我还得跟他打报告 如果不打报告 或者充得多了一点 他就跟我打架 你充多少呢 一个月能充多少 我一个月也就充个百八十的 那跟我一起玩游戏的 一充充几万几十万的都有 百八十不多 我就是想嘛 你说你现在是充个百八十的 那你回头你玩上头了 你充个千八百的 你回头再上头了 你再充的再多 我就是想着你玩游戏嘛 你就是个娱乐 你充钱干啥呀 没必要呀 他俩花钱其实透明 能看到 只是现在女士没办法 自己去支配 因为没有密码 对 但你能看着他花钱吗 我有时候导账 我跟他要密码 我会导转账记录 然后花钱那件 没有人真奇怪啊 永远只能看到对方 看不到自己 你看你要玩游戏是你的爱好 然后你又不允许你妻子有爱好 然后你呢自己上网买东西 然后又不允许他花钱 那我可以允许他有爱好 那比如他 他买衣服一个月花两千块钱 那至少你给我个额度 让我也花两千嘛 他都让我花几十一百的 那我就觉得那玩游戏 那对我是不是不公平 至少我跟他花一样多 没毛病嘛 你看钱还都是我挣的呢 我要是出去工作 我也不一定比他挣的少呀 那家里让他管 在家管孩子一个月试试 我就想说嘛 你家现在反正有老人帮忙看着 孩子也大了 你去上班呗 你上个班你就把那买衣服呀 自己的就是撞回来了 听他叨叨这干嘛呀 我是想出去上班 但是他不让 他说我出去上班了 孩子谁来照顾呀 饭谁给他们做呀 我上班挣那点钱 还不够他们叫外卖吃的呢 哦你也觉得他必不可少的 要去陪孩子学习 要去操使家务是吧 对啊 那你为什么老把那个这钱是我挣的 这挂在口头上呢 好像你 因为他没有别的可说的了 他只有这句话可说 对吗 哎太太去上班 你承担一些干家务活的这个工作 行不行 那肯定不行啊 为啥 我文化水平不够啊 那小孩子辅导必须是他 哎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傻无赖啊 由于妻子文化水平高 所以辅导孩子工作就应该是你干 我就不能干 这不是应该感谢的事吗 你怎么反而觉得 你不就文化高点 你就应该弄孩子 现在问题是 以前都是我当家做主 他父母来了之后 我就感觉我家庭地位下降了呀 你看我就是还是觉得 他老是针对我父母 他还看了不上我 还老嫌弃我 他就是针对你 他必须把你压在头下边 对吧 你什么本地人长得好看 什么文化水平高 你不照我养活你吗 你们全家 你们一家多少口 都是我啊 我男人挣钱 对 他就觉得他自己是个大功臣 你看看 这对情侣年轻啊 你们没结婚的吧 觉得这个姐姐的婚姻 你怎么看啊 因为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嘛 现在看 感觉婚姻 有那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 都有点口婚了 我向你保证 不是每个家庭都是这样的 小伙子 你思考啥呢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嗯 但可能就是 我作为一个男的 我听到这个 世卫叔叔讲了之后呢 我觉得就是 他有很浓重的 这个大男子主义嘛 必须要让自己成为 这种一家之主的感觉 非常强势 然后 我觉得婚姻吧 并不并就是说 非得你压一头 我压一头 这种 哎 你俩之间小情侣 你们俩谁强势谁 弱势的吗 他也挺大男子主义的 还是年轻哈 但是我觉得年轻人 多看看咱们节目 可以规避一些将来婚姻当中 有可能产生的不愉快 听听老师没有什么建议啊 白老师 我觉得还是幸福的烦恼吧 毕竟 还没有那么多特别大的问题 跟这位姐姐说句话就是 不管是工作也好 还是照顾家庭也好 都有自己的烦恼 和自己的不容易之处 男方挣钱呢 他也不太容易 因为我也搞网店什么的 就是 确实处理起来这个东西 特别麻烦啊 售后啊 在里面就得盯着电脑 天天在那盯着 所以说呢 在生活当中可能照顾不到的话 也希望能理解吧 然后跟这位哥哥也说一声 那个 也不要因为觉得 你自己赚了点钱 你就能每天就在说 你不行 你这那 其实人家出去工作的话 不照你差 人只是放弃了工作而已 我觉得他们俩的问题 还是互相包容 互相理解吧 这里面有一个思辨啊 就是女性要不要觉醒 如果从一个功利主义的角度上来说 我们只是为了家庭稳定的话 中国几千年来的家庭结构是最稳定的 男主外 女主内 对不对 然后呢 又没有离婚 又没有什么 然后你会发现 他们的家庭永远是稳定的 但问题在于 这种稳定是基于牺牲了女性的权利的 你在外面赚钱 事实上是给你的一种福利 因为她实际上也可以赚钱 但她放弃了这种权利 所以她是一种付出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事 我要说的第二个事 就是你一直在争取家庭的权利 你为什么要争取家庭权利 是因为你内心有非常大的不安全感 可能背景离乡这件事情 以及做电商本身的不稳定性 对于你来说 你内心其实非常的不安全 所以你希望能够回到家庭里面 来寻找这种安全感 这个我觉得 作为一个40岁的男人 我觉得你要稍微要想一下 你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来稳固你内心的安全感 事实上你看你有房 有两孩子 有幸福的家庭 有妻子 本身就是一种安全感 所以你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 或者说你应该去好好的学习 为了孩子也好 孩子在读书 你也可以去读书 这件事情是你要对自我进行的补足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要跟这位太太说 你这辈子难道就不能独立吗 你要么就是靠老公 要么就靠爹妈 所有人的觉醒 它一定是依靠自我独立 你应该找回你的社会价值 这才是你重新拿回自己的所谓觉醒的权利 最后一点 我再跟你们普及一下 家庭的权利是怎么分配的 家庭的权利一定不是靠谁挣钱更多 家庭不是一个排行榜 因为家庭是一个情感纽带所组成的 所以家庭的权利一定是富于在家庭里面花时间和精力最多那个人 你花的时间不够多 你拿钱回来只是补足了你一小部分 你应该负的责任而已 所以你们现在应该重新梳理一下你们整体家庭的那个状态 包括你的父母 我认为你父母现在不幸福 我觉得你应该让你的父母好好地过上一些晚年的生活 你要给予他们自由 你要给予自己自由 至于丈夫 我觉得你应该把时间多留在家里 而不是把权利留在自己身边 好 就这样 陆琪老师给你们这个小家庭 其实是指出了你们接下来要去关注的问题和前进的方向的 我相信你们还是能从其中汲取一些东西来做调整的 我们电视之前观众朋友一样啊 想找陆琪老师给你们指点一二的话啊 其实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在我们微信公众号里就可以找到陆琪老师 当然别忘了你要亮出你是我们爱宝的这个粉丝的身份 搜我名字就是 搜名字就可以 这样呢 还可以获得我们的新人礼 那回到你们这个小家庭啊 我觉得其实你们初期相处缺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彼此的尊重 我觉得妻子 你的丈夫为什么从头到尾在场上啊 就像一个愤怒的小鸟一样 昂着脖子 说你们一家人就没把我当一家人 我一开始开玩笑 我说她这撒娇呢 她的认知是怎么来的 不是她一直这么偏执偏颇 我相信在你们家的这个氛围当中 你爸妈和你就是没把她当一家人 本来我娶了老婆生了孩子 我们是一家人 这怎么你爸妈来了以后我成外人了 我回家看到你们一家 几口在那满脸笑容的 我一回来觉得我这儿不对 那儿不对 她有她做的不好的地方 但你作为一个在你的丈夫和你爸妈中间的一个润滑剂 你这个桥梁工作做好了吗 你在出现争执的时候 有没有站在中间 或者帮你老公抚平一下他内心的一些小疙瘩呀 这个工作我觉得你没做好 如果想让这个家更和谐 你过得更愉快 你爸妈也舒心 孩子也健康 这个工作你逃不掉 下次他在这个 比如说口气不好了 是吧 爸 你这喝什么酒啊 你这身体自己心里没数吗 这话说的确实不对 这是先生你的问题啊 咱好话不会好说可不行 但他如果这个劲上来说这样的话 你爸生气了 你该怎么办 你得站在你老公这儿劝劝你爸呀 当着你老公的面 给你老公一些面子 你说爸 你别理他 他态度不好 但是 对吧 真的是为你身体着想吗 真的是怕你这个喝的 你在这儿一调和 你爸心里舒服一点 你老公心里更舒服呀 回头你关起门 他再跟你爸说 说爸你别理他 他就这脾气 他嘴不好 你别理他 我训他 你回来再跟你老公说 你看我爸就爱捡个破烂 你包容一下吧 老公 他就是这个毛病 咱没事 咱开开心心的 你得调和呀 才能把这十几年 我觉得家里边的一些积怨 给他化解了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先生 你不能得了便宜卖乖 你赚钱很了不起吗 当然了不起 对吧 咱们赚钱养一家 我认为在家庭当中 赚钱的这个人 承担的责任 也很伟大 那你妻子在家带两个孩子 他难道不是了不起的吗 人家大学毕业不去上班 把上班和贡献社会价值的 这部分 交给了你呀 我跟你说 挣钱多的人永远不要说 家里钱是老子挣的 是我挣的 你干点活你就应该 你赚的那点钱 是人家放弃了 人家创造社会价值的 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 拱手给你了 你是得了便宜的 你懂吗 你试试换个位置 你去弄这两个孩子 把你爸你妈从湖北弄来 你根本玩不转 明白吗 婆媳矛盾头疼死你 比你现在过得更苦 所以要互相尊重 互相感恩 才能过好日子 我就是一直觉着 老徐啊 你这一辈子特别爱面子 你知道自己可能没法带孩子去学习 但你又特别希望孩子能够在教育上走出这条路 你不惜到天津去计划买房 所以你在学历上是希望孩子超越你的 你在行动上是自知 我没法陪孩子写作业的 在这一点上咱想要面子都要不着啊 所以啊 你这个父亲的角色当的有点没自信 这都是内心深处的东西啊 就是这些矛盾 为什么会在生活今天我们都把它放大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共同的远景目标 这个时候我看你毛病多 你看我毛病也多 如果有一个共同的远景目标 咱别论对错 对那目标有利没利 有利都是对的 有窝囊系我受着 你们俩现在除了看对方一堆毛病之外 你们俩有什么共同生活未来的目标吗 就咱们家 咱们家不多 一共六口人 没有 你有吗 你要有这远景目标 你不会盯着他一个月百八十块钱游戏钱 你也不会盯着他每个月就那个网购钱 弄不好那网购钱 他有这目标 他都不网购了 为什么 我得把这钱留着 我将来有用 我十年以后 我儿子要是申报个专利 就缺那万八千的 我这钱留那会有用 而且你们俩炒的价 都是完全没有任何质量的价 咱们多以孩子为中心 想想未来的规划 未来怎么着 想想 现在是不是每天网购那钱能降低一点 您呢 您也想想 为了咱们家孩子的未来 现在能不能少找点感觉 多务实 我觉得现在你们俩最大的问题是 每个人对自己的生活状态都非常不满意 你们现在需要变化了 男生啊 你现在的生意做得怎么样 说实话 我们都有单机忘机的 有时候优业增一两万 有时候几千的 别绷着面子了 跟老婆说点心里话吧 我告诉你 生意一定是不如以前好 如果好的话 你能一个人又负责运营 又负责客服 还负责发货吗 现在你们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你现在的心态 你现在是在困局当中 什么人才会把眼睛只留在 关注在家里这点小事上啊 是时候要改变了 现在看电视都要选中国广电享受武器了 你们呢 还在家里那点事呢 对不对 是时候我觉得老婆应该走出去了 因为你老公现在的事业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战 是一个平静 有的时候说不好听的 他在没事找事 所以你应该站出来 挺身而出 去帮他去分担家里的经济负担了 让他也在家里去体验一下 家庭负担的压力 和实际的那些生活的苦累 你要帮他分担呢 而不能只是索取 好吧 老师们的话你们也思考一下啊 好了那这两组嘉宾 几位老师什么看法 会出来吗 我觉得还是都会出来的 我觉得小白老师都得唱歌 小白老师都会唱歌 我们为了听小白老师都得唱歌 你们就别出来 不出来有不出来的歌 好那先看看我们第一队夫妻 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我爱你就像风投了千万里 从不安归期 像太阳生了落去 无论朝夕 我爱你就像云洋 了千万里都不曾歇息 像白雪肆虐大地 茫茫无际 我爱你就像飞蛾 不过那样的 无所委屈 像故事黄花堆积 风吹不去 我爱你就像将军 明明不觉 永不会停息 像黄月夜草双声 染指不及 祝你们越来越幸福 这首歌曲《我爱你》 不温归期送给你们俩 谢谢 好听好听 哎呀 你看这太太也感动了是吧 就想起 我老公以前对我的好 不能尽管看她的缺点 我要想想她的优点 老公现在对你也好 是吧 就有时候态度不太好 明月能治愈忧伤 还真的是 这老公咋也要哭了呢 感觉 我觉得我自己是有点斤斤计较 我不应该把主要精力 放在她的那个鸡毛蒜皮 小吃上面 还是自己多挣钱为主 也要多分时间给爱人 这个老师说的 给自己规划一个远景 然后一起朝那个目标努力 好好学习吧 就是到我们的心大的时候 这事儿就小 对 规划一个我们家庭的远景 这个远景当中 太太孩子 还有你自己 还有老人们 咱都要幸福 开开心心的 是吧 行吧 希望你们今天的泪水 我觉得是幸福的泪水 和回忆过去 甜美生活的泪水 也是对未来生活 憧憬的泪水 是开心的泪水 不哭了 咱回去开开心心的 好好过日子 祝福你们啊 再见再见 其实挺好的 一对夫妻啊 那千万里 从不挽回去 像太阳 生了落去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